好 那我们开始进入第三个部分 绩效管理过程 前面咱们对那个绩效管理基本概念 包括对绩效管理一些方法有个基本了解 接下来咱们就要了解一下绩效管理 它对应的哪些过程 不要让绩效管理有这么四个方面的过程 做好这个绩效管理 它必须要满足这么四个方面的过程 第一个就是计划绩效 第二个就是监控绩效 第三个是考核绩效 第四个是反馈绩效 比如说第一个就要做好这个绩效过程的整个计划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对绩效实施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控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对绩效结果进行考核 最后一个就是对绩效进行这种反馈 所以就是它一个完整的一个绩效考过程 它应该就是一个闭环的循环的过程 就是绩效管理过程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具体的一个过程各个方面 第一个阶段计划绩效阶段 计划绩效阶段它对应的需要考虑哪个方面的内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绩效考核的一个目标 绩效考核目标这边给出一个Smart一个原则 Smart对应是五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这个缩写 第一个就是这个specific具体的 就是说你的目标制定一定要是非常具体的 考核也就是非常具体的 第二个就是measurable 就是它一个是应该可测量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可以衡量的 比如说你这生产多少数量的东西 要达到一个什么一种质量标准 这应该是可以测量的 第三个是attainable 就是可达到的 就是说你不能说制定出来这种绩效是高额在上 就是都没有人完成 没有人达到 没有实现的可能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它一定要是可达到 第四个就是relevant 就是要相关的 就是跟对相关的一些考核 你不能说是要考核一个就是杀猪的 你用这个卖猪肉来指标来考核 那肯定是不行的 这要是相关的 第五个就是要time based 就是要建立在这个时间的基础上 比如说它一定要有实现 就要给它设定一种实现 比如说一个考核周期肯定不是无限的 比如说像那个老师签证合同 肯定你都要明确是年度考核还是聘期考核 聘期考核就是三年 年度考核是一年 这种就是它的一个实现 所以这个计划绩效 它就是一个smart原则 注意到这么五个方面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计划 计划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方面的因素 就是它一定要定一个考核的一个期限 同时要涉及到这个职位的一种性质 指标准性质 标准性质 根据这么几个方面来定一个考核的一个期限 就是像刚才给大家讲的是要年度还是要季度 甚至按月按天 这要非常明确 这要非常明确 你要考核什么时间点进行考核 这要非常明确 就一个考核的一个期限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就是第二个过程 绩效管理的一个过程就是监控绩效 监控绩效 那怎么样对绩效来进行有效的一种监控呢 咱们这边强调是要跟员工持续的沟通 就是你的绩效管理者 绩效监控者 一定要跟员工做好这个沟通的工作 通过这个沟通来及时反应反馈 这个员工在这个绩效过程中的一些不足 或者是存在一些问题 或是员工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发现有哪些目标不容易实现 及时对这个绩效管理者进行反馈 让他们对这个目标进行这种调整 通过这个来达到整个绩效管理的这种有效性 那么这个监控绩效还需要考虑这个因素 就是要进行辅导跟咨询 就是因为有些绩效它在实行过程中 它并不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有些绩效设计者 他本身在这个绩效设计过程中 他并不是也非常明白 有些甚至纯粹是拍照在想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你在实施过程中 那就要通过这种不停的这种问询跟咨询 对这个管理者进行发问 让管理者跟这个被管理者之间有这种持续的这种沟通 通过这种双向的这种沟通跟咨询 达到这么一种好的这种效果 对绩效进行监控 所以这个监控它其实就包含了这么一个意思 它应该不能只是一个单向的一个管理者 对被管理的这种监控 它应该更多强调是一种双向的 就循环这么一个过程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绩效管理 它第二个方面监控绩效里头的一个就是要收集这个绩效信息 就是要强调这个管理者对这个绩效管理观中的发现的一些问题及时进行收集 这样的话便于下一步这个做好这个绩效的一个考核 做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铺垫 第三个步骤涉到就是考核绩效 考核绩效里头有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它的一个考核主体 就是说谁来考核 谁来考核 这谁来考核 咱们在360度反馈里头给大家讲过 它涉及到一个是上级同事下级员工本人跟客户 就这些它都可以做一个考核的主体 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 它越来越抵触这个360度考核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360度考核 其实就是淡化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 或者是淡化的一个这个考核者 所以应该对谁承担一个责任 其实对一个考核的本身来讲 它的上级应该是对它最了解 因为它是它主管上级 各方面的事情都应该非常清楚 其他这些同事啊下级啊各方面 都应该是起到一种辅助性的作用 所以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是考核绩效的时候 明确你上级为主 其他这些相关人为辅 这样一种考核的方式 否则你大家都占这种AA的权重 但不考核这种主体不清楚 就会对你考核实施的最终效果 带来这种伤害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这个考核绩效 就是涉及到这个360度考核 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各个方面都对你进行这种考核 这种考核刚才讲的就是有一定的好处 它的坏处同样也非常明显 所以就是要及时对这种360度考核 这种它的一个不足进行这种修正 进而达到一种好的一种效果 那么考核绩效 它容易在方法上陷入了一种误区 就是像第一个就是这个运轮效应 咱们说那种余峻遮白丑 你可能在某个方面干点突出 就掩盖了你在别的方面一种缺陷 这会对你这个考核 正正准确的考核 形成这种偏差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种逻辑方面的错误 就容易是以偏概全 第三个就是这个近期误差 就是整个考核周期 而不是一种近段的一种时间 就是容易有些就是容易把你近阶段的一种表现 当成你整个阶段的一个表现 其实不能这样 你可能说这个阶段表现好了 但并不代表你在整个考核周期内都表现得那么优秀 但有时候在考核过程中 就往往容易把这一阶段的这种考核 替代整个周期这种考核 这是考核里头容易陷入这种误区 还有就是这个手音效应 相果效应 对比效应 溢出效应 以及宽大化的这种倾向 就这些方面都容易对考核的准确性 产生这种不好的影响 所以咱们在这个考核过程中 就要有效的去避免 这个考核里头会出现这种偏差 比如说怎么样去避免这种运轮效应 就是你要对一个人 一个计较完整情况 进行全面的综合了全方位一种考察 避免这种以偏概全 一点代面这种情况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就是最后一个方面 就叫反馈绩效 就是feedback 其实就是有点是借鉴这种 传播学方面的一个双向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不能是单向的 它应该是一种双向的 所以大家要侧重这种反馈 对绩效这种有效的反馈 这个第一个方面 它可以是一种书面的通知 这是可以做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书面通知 做一个正式的一个下达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可以是一种面谈 就是根据这个考核完成情况 就是由主管召集这个被考核对象 进行一个当面的面对面的一种交谈 这是一种实现反馈绩效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在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企业 越来越多的单位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它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要素 就是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对被评价者上一绩效周期 中等绩效结果达成共识 通过你在双向互动中达成这种共识 第二个就是对你的员工成绩和贡献进行认可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要批评你之前呢 肯定得先表扬你一下 那其实表扬应该也相对比较客观 就是对你这段时间对这个单位的贡献进行这种总结 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一种认可 第三个方面就是通过讨论 使得员工认识到自己存在了一种绩效问题 就是在面对面的这种交流过程中 让你的员工意识到你在这个周期里头 确实存在着有些问题 这就是但有些问题你写在书面里头那包写 你只能通过这种面对面的 很多的技巧这种方式进行这种有效的这种沟通 第四个方面就是在直接上级跟员工之间 建立起良好一种人际关系 就通过这样一种绩效的反馈 就是这个上级部门 在这沟通过程中 也扮演了一种管理者沟通者的这种角色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能够有效的促进这种沟通 所以这越来越多的这种单位 更愿意采用这种面台这种方式 这种更加人性化 更加符合这个平等原则 这种交流方式来反馈绩效 还有一种这个反馈绩效里头 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这个绩效反馈应该及时 你不能说今年的这个绩效反馈 到明年过两三年后才给他反馈 那就错过这个及时性 第二个就是要指出具体的问题 跟这个存在的一些改进的地方 你不能说大耳化痴都非常空 要写的非常具体 这样的话被批评者反馈者 也应该能够接受虚心接受 第三个就是要指出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 跟改进的一个建议 不能说你光指出这个问题在哪 你通常得把这个问题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通过跟这个绩效者的这种双线交流 确定他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比如说他是因为这段时间建议生小孩 或者这段结婚 或者这段家里面老人出现了一些身体上一些问题 这些可能会导致他绩效出现这种问题 通过分析确定这个造成这个原因的一个源头 然后找到解决这个 或者改进这个绩效的一种方法 咱们说叫对症下药 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说 不能针对人 应该针对工作一种绩效 就是咱们经常强调叫对事不对人 就是因为你对人的话容易伤身 或一种人身攻击 但你对事的话就特别容易让人家心服口服 因为大家觉得你是对着人事 不是对着人来的 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要注意说话的技巧 咱们经常说说一句话 你这么说可能就特别特别的顺当 但你如果那么说 可能就特别容易得罪人 特别容易折扰人 所以在这过程中 这个注意这个说话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关于这个说话技巧 咱们之前组织行为学里头 这个章节给大家讲过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整个咱们这一章都学到哪些方面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什么是绩效 什么绩效管理 咱们对这些就了一些基本的区分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绩效评价的一个方法 咱们给大家罗列 像这个行为法结果法 以及这种相对评价法 绝对评价法 这些方面大家应该通过这个学习 对它有个基本一个了解 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绩效管理的过程 包括四个方面 计划绩效 监控绩效 绩效考核 跟绩效反馈 这四个方面 而且应该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通过这么四个方面 完整的保证你这个绩效管理过程的实施 这就是咱们这个绩效部分给大家传递的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